这位现在可以说是王博士 他现任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副教授 大汉玉吉与王友兰黄梅调具艺访的艺术总监 他得到了可以说是的讲座 真的是讲也讲不完这些时容 但是我想我只讲一个 是去年还是在他这个讲座在家里还是热热的 刚刚得到去年的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 这个奖不容易的 我想的还有就是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可以说是友兰 他要为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戏曲到 这个从说唱到戏曲的表演 同时他更要分享他学习他的过程 但是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今天我刚一来我说友兰你今天要不要表演啊 他说小庄姐今天我要来分享我学习的过程 但是如果你们用热烈的掌声 我也可以来为你们可以说是表演一段 但是最重要我们的友兰我刚刚才知道 刚好他今天带了这个海报他这个星期日就是这个星期日 在那个板桥这个艺术中心 那他刚刚跟我讲你们知道他这次的表演 他跟我讲小庄姐我还要唱京剧 除了黄梅调说唱戏曲 可以说是真的 他是一个我想真的是神手中的宝贝 虽然他不认识神我相信他很快的 认识了感谢主 他是有智慧的你知道刚刚听过我们王传道人 所以我就说我们的这个友兰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想神真的是非常爱你 好我想现在请各位你们的碗 可不可以放到边边下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王友兰王博士 好不好来谢谢 喂谢谢小庄姐的介绍谢谢 各位午安 我想刚才小庄姐介绍我这么多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 其实呢小庄姐才是我的偶像 我是您的粉丝呀 那么待会在分享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 因为我只要提到我的经营大骨 我势必要提到恩人郭小庄小姐 感谢主 对待会我们再来聊 那我想一上来这个有一段小小的影片 先请您放一下 看看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好吗 不然有人称他戏吃 有人说他是说唱界的奇葩 他自幼能歌善舞 大学时期爱上国剧 专攻老生 偶尔也参加地方戏曲的演出 如汉剧 有人说乐剧 敏剧 滑梅调等等 1979年 他开始接触说唱艺术 流派经营大骨 华容道 大西乡 是他学习经营大骨的启蒙曲目 这两个曲目 一刚一柔 正好表现了 他能一人半万人的说唱才华 后来 他又从本名 洛玉生的小才舞 所演唱的录音带中 学到了洛派经营大骨 紫棋听琴 剑阁文灵 1985年 他和妹妹友梅 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立案的说唱团体 开始推展多种歌曲 同时出版了 经营大骨 八脚骨等专辑 其中 经营大骨专辑录音带 促成了他和洛玉生之间的 两岸师生园 1989年 他正式败师囚艺 成为洛玉生入室弟子 得其真传 目前在台湾 称得上是首席经营大骨艺术家 先看一小段 以前的表演 应该是20年前吧 这里面有一些我的戏曲的画面做一个片头 现在先不记录唱 好一点点 这是带小朋友一起来唱 你看经营大骨不难吧 小朋友都会耶 所以等一下 其实我一个人唱不稀奇耶 我待会跟大家一块唱比较好玩 等一下会有唱词好不好 好 先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再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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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小庄姐所说的 神真的眷顾我 我在我的这个演出有个节目专刊 我里面的题目就叫做幸运草 为什么叫草呢 兰花嘛 网友兰的兰 就是草的一种 而我是非常幸运的 各方面我觉得都很幸运 但是短短的一小时 一时没有时间全部分享完毕 各个方面各个方面 我非常感谢 其实老祖宗传下来这么多的 不同的表演艺术 我也觉得很幸运 我能够活在这个时代 让我能够毫无顾虑的再学习 那我想今天我们大概分成两个小段落 首先我用一点点的时间 简单说一下我今天的主题 叫做从说唱到戏曲 有一句话说 说唱是戏曲之母 哇小庄姐同不同意啊 原来戏曲是孩子 说唱是母亲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有一个图表 因为我看不见你们的说明 我到这边来说解好了 好吧 OK好 好我们先认识一下 说唱跟戏曲这两个名称 到底有什么不同好吧 首先第一个 如果是文体上来说的话呢 说唱就像是小说一样 从前有个白雪公主 怎么怎么 然后到故事中文人 然后白雪公主也可以说话 小矮人也可以说话 她是一个人叙述的方式 所以呢 她可以一个人表演 也可以两个人对表演 也可以慢慢的有很多人群唱 但是戏剧呢 是代言体 她是代替一个人 比方说小庄姐演红娘 她在舞台上就只能演红娘一个角色 因为她穿的是红娘的服装 她不可能马上变成张生 虽然她都会唱 可是我们说唱呢 我可以一下的张生 一下的红娘 所以说唱跟戏曲在表演上 跟文体上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第二个 一人是多角是说唱 一个人只能是一个角色 就是戏曲 那么在这个服装上 刚才我说过了 小庄姐在舞台上面 穿的是一个戏曲的演员的服装 可是说唱人呢 我总不能在舞台上 一下换衣服吧 所以呢 我就穿上我自己最爱的服装 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上台来说书 或者唱个大鼓的话 你穿你最喜欢的服装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在乐器上面 说唱的乐器是比较简单的 它可以一个两个 甚至于多一点都没关系 但是戏曲呢 可是文物场全部都非常阵容大 因为它要有很多人物的呈现 甚至于动作来搭配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我画的好多圈圈 对不对 好 我简单的说一下 先来看看我们 朝代 要从唐代说起 哇 今天还是讲历史 唐代 宋代 元明清 一直到现代 清代中叶到现在 我们很幸运 我们现在是最后这个 清中叶一直到现在 可以说集这些的大成 那我们再来看从说唱的部分 唐代的时候 说唱刚刚成形 那么到了宋代呢 说唱非常的繁荣 到了元明清的 一直到现在 说唱是逐渐的发展 到现在四百多种的说唱 有金云搭鼓 有数多弹词 相声等等 那么再对照一下戏曲的部分 在唐代的时候 说唱成形的时候 戏剧还没出声了 还没出声 那个时候的戏剧呢 跟这个歌舞啊 杂技 还混而一谈的时候 因为什么呢 他缺了一点点故事 故事 那么宋代因为说唱非常繁荣 想说书 故事非常丰富 于是他对于戏曲 就有所影响 虽然在宋代的戏曲 刚开始还是歌舞杂技 没故事 可是因为当时宋代的故事 实在是太丰富了 因为说唱的关系 所以说唱文学 注入以后呢 南宋戏曲就开始萌芽 出来了 成形 那么接下来 元明清的时候 戏曲在元代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刚才 请看下一张 请看这一张 唐代变文 唐代变文的时候 戏曲还没出声 宋代说唱丰富的时候 戏的定义只有歌舞跟杂技 那么我们当时如果想听曲折的 动人的故事只能靠说唱 请看下一页 有一首诗 宋代一首诗 你看那个蓝色的字 斜阳古柳赵家庄 复古盲翁正坐场 他正在背着鼓去表演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 听说蔡中郎 蔡中郎是谁呢 就是琵琶记赵五娘的老公 赵五娘的先生叫做蔡伯杰 那么他这样的说唱的故事 后来影响到了南宋戏曲 叫做赵真女 就是赵五娘 到了明代戏曲的琵琶记 非常有名 还在讲这个故事 因此说唱的那些内容 早就在民间流传开来 后来才影响戏曲故事的发生 不过我们刚刚说 请看下一页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说唱是戏曲之母 不是我说的 所有的戏曲家都知道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个儿子还真的非常的争气 有一句话说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说唱虽然生出了戏曲 但是戏曲呢 后来不复所望 一直往下发展 到了明代 到了清代 可以说蓬勃发展到 几乎叫做 那个势力 可以说几乎压倒了 说唱 就是有句话说的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好 我们非常幸运 我和各位一样 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生的 小庄姐也一样 因此当然都喜欢戏剧 小的时候呢 也爱听京剧 只是还不太懂 在不太懂的状况之下 我可能先学的戏剧是什么呢 是黄梅调 这个我们留在下面再说 我们现在往下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个 这个我很快就说完了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 说唱 大陆不是叫曲艺吗 要说一下 其实我们台湾叫说唱 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 从唐代到现在 几乎都是一段书一段唱 所以在文学上 就有这么多作家 这么多的名作家 写了这么多的书 都是说唱文学 那么还有音乐的作家 说唱音乐 还有我的指导教授 李定辉老师 他们曾经做过 公共电视的节目 叫做说唱艺术 所以这四个字 一直流传到现在 至于大陆的曲艺 怎么来的呢 这里没有 我简单的说 就是他们觉得 民国初年 有所谓的十样杂耍 当时十样杂耍 是说唱变烈 他觉得唱了很多 就叫曲 那么其他的那些 技艺表演呢 都叫艺 所以曲艺两个字 是这么发生的 不过他们 我说了他们 就是这些学者们 跟我都有个别的接触过 我到大陆拜师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 有点后悔了 觉得曲艺这名称 真的没有你们台湾 定的说唱合理 好不管怎么说 两岸这方面的文化呢 这个文学艺术 是彼此是共通的了 就好像我们曾经 叫京戏 叫国剧 那么现在两个 也都叫做京剧 因为在没有政治 这个干扰之下呢 从艺术上来说的话 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我想 这个说唱文学的特质 我刚才其实带过了 就是它是用 有说有唱的 好请看下一页 好 这个是要带大家玩的 说唱一页有个大的特色 就是一字形腔 四说四唱 假说假唱 还有存说 存唱 有一无取 怎么这么多种啊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请看下一页 来我们来看 一字形腔的例子 我现在唱唱看 这个西河大谷 有没有非常会唱 僧人正属玲珑塔 我们来看这字 低声的僧是一声 人是二声 正是四声 属是三声 对不对 玲珑塔 二声 二声 三声 对吗 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会唱成 僧人正属 那玲珑塔 它比较符合国语的四声 对吗 这叫做一字形腔 什么样的字就套什么腔 来我们来再看 金蕴大谷迎春曲 刚才 还没播放这个地方 梅花怒放迎东风 来我们知道梅花 梅花 梅 一起念一下这字好不好 梅花怒放迎东风 怎么唱呢 如果我唱成梅花 那个梅就唱导字了 跟戏曲是一样的 就不能唱成梅 我们要唱成梅 梅花 来一起 梅花 好怒放 怒放的旋律是 我们不能唱成 怒放 字全倒了 怒倒了 放也倒了 我们要唱成 怒放 来预备 唱 怒放 四个字一起来 预备 来 梅花 怒放 好迎东风 二声 一声 一声 越来越长 那么碰到长音的时候呢 音乐旋律就加进去了 迎东风 来 迎东风 所以每个字出来的时候 它跟注音符号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诗词歌赋的 这个评词是一样的道理 来我们再来看 举个例子 八角鼓 八角鼓的有一首叫做孔雀东南飞 二孔雀东南飞 但是如果我同样的旋律 我要换字了 我就不能唱成 比如说后面的五个字是 谢直入深山 讲人退休了 退休以后到深山里面去隐居 好 我们就不能唱成 刚刚我怎么唱 我刚刚是不是 哒哒哒哒哒哒 孔雀东南飞 我不能唱成 谢直入深山 全倒了 所以我得唱 谢直入深山 唱唱看 谢直入深山 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 好 来我们请看下一页 四说四唱 我们来看 抬起头来看分明 抬起头来看分明 如果我全说 我要说的是 抬起头来看分明 可是我不是 我唱的是 抬起头来看分明 四说四唱 对吗 又像说 又像唱 好 来 这个例子不要了 我们跳过去 好 假说假唱很好玩 刚才谈到 西乡记的故事 对不对 来你稍微听一下 我这段里面 有没有说的部分在里面 我说红娘啊 这是说的 我问你说的 挑花墙 那件事情犯 我们老太太 清晨早起 左楼堂 手里头 拿着一个无情棍 考打了 样样 神问我 公娘 你说我这里面 是不是又有说又唱 对 其实这种啊 不只说唱有 广告歌也有 好在这广告 已经下 已经下市了 所以我现在 可以跟大家玩一玩 还记得 QOO吗 QOO QOO 有出果子 真好喝 喝的时候 酷喝 脸红红 有吧 这里有年轻同学 哎 知道啊 这不是夹说夹唱吗 所以我们发现 原来说唱里面 夹说夹唱 是很有效果的 要不然广告歌 不会拿来用 有一个西洋的老电影吧 真善美 里面有一些西洋歌曲 里面其实也是有说有唱的啊 所以有修有唱 其实是很好用的 所以从唐代到现在 一直流传下来了 好 那么我们就跳过去咯 下一页 好 这个是 等一下可以 影片刚才有看了一下 打鼓有没有 我有看到 那就是书鼓 还有弹板啊 好 我们再换下一页 这个带过去就好了 我们说 说唱既然种类那么多 所以现在大概来说分十大种 第一大种 我们大概都知道 说书类 它是长篇大论的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曾经十几年前 在电视上面 有一个节目 早安今天 华士 每天早上 有十分钟给我 叫做网友来说书 所以很多人 大概我很少在舞台上说书 都电视上说书 不过这次刚才小庄姐 给我介绍的节目 我被我们的制作人 网友没规定 你既然以前在电视上说书 说了十个月 你这次专场 你必须说书 所以我在台上也得说书 好了 这个是第一大类 说书类 接下来是鼓曲类 是吧 鼓曲类就是我们这种 唱金运大鼓 或者是黑牛白牛 打的那个大鼓 铁片的山东大鼓 接下来是弹词类 南方苏州弹词 苏州弹词 自弹自唱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 道琴类 是吧 鱼鼓类 它拿的这个鱼鼓 那形状啊 说真的很特别 有点像新店的那个竹筒饭 那竹筒饭呢 尝尝的竹筒抱在这边 当然它里面没有饭了 然后下面是有一个蒙的 那种那道鱼鼓 还打上减板 河南坠子的减板 就是这么来的 好 还有什么类 琴书类 琴书类就是 伴奏乐器一定有阳琴 有的时候演唱人自己 还自己敲洋琴 自敲自唱 好 什么类 连曲类 好 刚才我唱的八角鼓 就是连曲类的一种 它用了好多好多的 明清俗曲 要说到俗曲 你说 怎么那么深啊 没有 不太深啊 俗曲就是流行歌曲 明代清代的流行歌曲 就叫俗曲 我举个例子来说 俗曲有好多 到后来老歌还有出现 例如 你都会唱陆珠儿吧 会啊 对不对 好 不管哪一句 我们从荷叶上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荷叶上路 珠儿转悠 一颗一颗转的远悠 太好了 这个呢 其实这个歌词哪来的 明代就有了 明代的书里面 就已经展现出来 所以太多了 而这些俗曲呢 有好多 也被说唱拿来借用 插进来 OK 唱曲类 好通常唱曲类呢 这个曲牌是属于自由选用的 比方说我们台湾台湾的念歌说唱音乐 杨秀卿老师 他十年前我拍他公共电视的时候 我请他唱雪梅车子 他同样唱词 他用了五个曲牌 到了 再过我看多少年 五年以后 我又请他唱同样的东西 这个文件会要保存 他词都不变 换曲牌 所以杨秀卿老师 他们做台湾念歌 他的曲牌是自由选的 所以我们叫他唱曲类 好 最后呢 歌舞类 好 有看过东北二人传 大家你有看过东北二人传里面的这个很像小匹说相声的 事实上东北二人传大概少不了载歌载舞 他们的载歌载舞呢 有那种八角筋转的 或者是那种扇子 等 总之他在舞台上是载歌载舞的 他就像以前的莲花烙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就是运送类 什么叫运送类呢 有运无曲 好像都押韵 但是没有旋律 打主板进阶来 一阶两下好买卖 也有买了 也有卖 也有了幌子与招牌 我押韵了吗 我押韵了 哎 可是我有音乐旋律吗 没有啊 所以这种叫做运送类 像鼠来宝的都是 那么最后呢 邪去类会让你笑 如果这个表演你不笑 那他表演失败了 就像相声一样 一个相声如果你不笑 那是他演不好 不是你不会笑 绝对是他演的不好 所以相声也好 南方的瓦吉也好 这些呢 都目的就是要你笑 所以他是有邪去的 那么在这十大类之后 来请下一页 哦对了 这个我就说 带大家一起玩的 好 这段呢 星火相传是去年 因为得那个奖啊 所以呢 特地在颁奖典礼 他们要求我要唱一段 跟这个星传奖有关的 所以我就编了一段 新的唱词 就叫做星火相传 那么前两句呢 正好带大家玩一玩 你就可以体会 刚才我说的那种 四说四唱 一字行腔 星火相传 星火相传 我好像应该自己先唱一遍 被这个小庄姐说的 我先唱 我们通常会拿着板 然后拿着鼓棒 打完了以后 星火相传 很棒 渊远流长 我们通常 传统戏曲也好 说唱也好 渊这个字 我们不唱渊唱 渊 让这个安字 能够发的比较宽 比较远 渊远 就好像远山寒笑一样 远山寒笑 我们不能唱 远山寒笑 那个远字就载了 一定要远 戏曲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渊远流长 先远山寒笑了 大家开开嗓子吧 来 远山寒笑 我已经听到 大家唱得好棒 那么渊远流长了 我们从星火相传 一起来一杯 来 星火相传 远远流长 在唱歌的时候 大家比较烦恼 就说 为什么我高音上不去 有一种方法 告诉大家 就是偷气 不是大唤气 大唤气就是 远远流 不好看 对不对 那我们要偷气呢 就是 远远两个字 唱完以后 我们只要不发声 一停一下 那个气就回来了 怎么会 自然还有气回来 这就是要养气 平常要用 要想办法 练我们的丹田发声 先找丹田 丹田在哪里呢 在肚子 对对对 我们摸看肚子里面 肚子 我们就压着 看看能不能够 每一声都肚子 每一声都肚子往里面说 可以吗 来预备 来 就是这样的声 就是这样子 平常你习惯了 说肚子发声 然后当你唱的时候 它自然 当你觉得 我想要高音的时候 你只要前面的音 稍微停顿一下 那个气就回来了 让你养住了气唱 圆圆 我都按完了以后 我不唱了 圆圆 流长 就那个一点点 气就回来了 让我流长 是唱得非常的遥远 好 那我们只要 还有下面两句 万方月奏 万方月奏 有没有说过 刚刚说的四声四声 好 来预备 唱 万方月奏 万人欢唱 万人欢唱 万人一百来 万人欢唱 四句一起来 你们唱得好棒 来我们从 心火相传 一百来 心火相传 万人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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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一下掌声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来来来 下一页什么 好 刚才我们说过 这个说唱 不是戏曲之母吗 那么戏曲 发展发展 发展到后面呢 它有一部分 说唱还继续在 产生新的戏曲 但是有一部分的戏曲 是非常的繁荣 好 我直接下来看 比较方便 带着大家 来 来 请看 下面 点下去 OK 首先是形态 我们刚刚说过 说唱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表演 就可以了吗 慢慢的会发展 有简入繁 演员从一个人 变得多人 然后乐队阵容扩大了 是不是越来越 跟像戏曲迈进 好 下一段 那么从说唱到戏曲了 很多说唱的曲调 因为我们说过 戏曲也蓬勃了 说唱也蓬勃了 那么很多表演者 他就 我也会唱说唱 我也会唱戏曲 就会互相的借用 这一互相借用以后 他们就开始 有交流的动作 然后表演形态呢 比方说 河北有一个 有一种戏叫做平戏 它是沿着边的平戏 那么这种戏 它的前身是什么 是说唱的莲花烙 刚才我说走唱的 莲花烙 那个烙字 就是落下来落 他后来呢 就慢慢的穿上戏服 两个人三个人 就表演成小戏 那么这种小戏 叫做河北烙字 后来这个河北烙字 开始注入很多的 艺术的水平的内容进去 不管是音乐啦 服装啦 剧本等等 变成故事 非常繁荣的大戏 这种大戏 就是河北烙字 发展过来的 改名叫平戏 或平剧 都可以 所以这些就是 表演形态发展过来 因此近代的 说唱音乐 跟戏剧音乐 是互相影响的 戏剧音乐影响说唱 说唱也影响 甚至于说唱里面 还有很多戏剧的 我举这来说 来请看下一段 金运大谷 很多种大谷 都有所谓的带枪 这带枪就是 不是金运大谷的旋律 里面还借用了 其他旋律 我这里应该有举例子吧 紫棋听琴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马鞍山 紫棋听琴 不好意思 前一页 不好意思 那可能我例子举在后面 好 我们来先看 到底近代戏曲 怎么样的繁荣 这个儿子如何的有出席 我们先从 下一页来看 我们先看看 到底戏曲的丰富的 唱唱有多少 首先我们来看 明代初年的时候 戏曲声唱当时有四种 海盐 易阳 这个鱼瑶跟昆山 可是你看我两个黄的 两个绿的对不对 那个海盐枪 后来就被 就被昆山枪 并入了 那么于耀枪 就被易阳枪并入了 所以请看下一页 到了清代初年的时候 有所谓 西邦 北裔 南昆 东柳 东柳是山东的 这是新加入的 南昆就是刚刚前面的 昆山枪 就是我们现在 所认识的昆曲 好 那么西邦呢 邦子枪 我们台湾有 非常有名的玉具皇后 王海林他唱的 河南邦子 他就是邦子枪 邦子枪从陕西 山西一直沿上过来的 北裔呢 易阳枪 易阳枪可以说是多子多孙 好多地方戏都融了易阳枪 乐剧里面也有啊 明剧里面也有啊 当然用了最多的是四川的船剧啊 好 那么我们请看 到了中叶以后 下一页 好 中叶以后呢 刚才我们说的 邦子枪留着了 易阳枪留着了 昆山枪留着了 东柳不见了 原来东柳的 他的发展不够蓬勃 所以慢慢慢慢 就不是四大戏曲身枪了 变成比较偏远的 那么加入什么呢 加入这个皮皇枪 皮皇枪是什么呢 他就是 金句汉句 这些叫做皮皇枪 西皮二皇 这里有个小故事 话说清代乾隆年间 乾隆皇帝啊 他是文治武功都不错 还喜欢艺术 他在六十大寿的时候呢 他请了好多好多地方的戏曲 都来表演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 两个地方的戏 一个是湖北的汉句 一个是安徽的灰句 金句的前身 我们都知道有四大灰班 就是指的是安徽的灰句 要说到安徽跟湖北 他们之间还是兄弟 非常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到黄梅调 对吧 您知道吗 黄梅调 黄梅两个字是哪来的 有人说到安徽 对不对 没错 安徽黄梅戏 但是安徽找不到黄梅 在哪找到呢 在湖北找到的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湖北人 湖北有一个黄梅线 他当时呢 好早好早 唐代就开始唱一些黄梅歌 后来呢 湖北人跟安徽 他们还蛮接近的 再加上湖北 常常闹水荒 所以有很多艺人啊 就跑到安徽来卖艺 来卖唱 唱黄梅歌 安徽的 嗯 好听 就融进来了 所以他们在黄梅戏 的这个交流 就已经 已经touch过了 好 再话说 湖北的大戏 汉剧 它是嬉皮唱腔 安徽的灰剧 以二黄为主 后来呢 因为他们两个的交流 所以有好多的 呃 这两个省份的人 竟然也会 合并在一起演出 所以里面是 又西平二有 又二黄 后来 乾隆皇帝六十大寿 四大徽班 进京的时候 到了北京 西平二黄 河流 还不打紧 既不用湖北话 也不用安徽话 用了北京的金腔 这就是金句就出生了 金句就是正时候出生了 出生以后 当时叫金戏 叫金戏 后来 后来我们台湾的 齐如山先生 称他为国句 齐如山先生 跟这个小庄姐 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这个应该说是 他也非常的 支持你 他比较年纪大了 对 好 那么现在呢 因为地方 那是北京嘛 所以现在两岸都叫北京 跟以地方为主 好 那么这些 这些证明的一点 戏曲是开始受 大家大家的喜欢了 那我现在 接下来要分享 我个人了 个子很 我在很小的时候 下面应该没有了吧 我后来说的是 这边带过就好 后来很多种说唱 都放了戏曲 我简单的说 秦代子弟书 有昆乙的唱腔 中叶以后 我们的大鼓 谭词也都会吸取 皮黄腔 谭词也会吸取 昆曲的唱腔 那么还有一些 像台湾的 两国啊 说唱 台湾的国啊 他们的国啊 他们都是 同出一员 从歌过来的 所以他们都有关系 民歌影响说唱 影响戏曲 好 下一页 好 刚才我们说的 戏曲代腔 我说这个 紫棋听琴 因为我为什么说 紫棋听琴 因为 这次有特别表演的 说评书 就是紫棋听琴 这个段子 我里面放了 金运大鼓 金运大鼓里面有 它又叫做二皇带腔 金运大鼓的紫棋听琴 又叫二皇带腔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用了 二皇唱腔 我们刚刚说 二皇是哪里来的 安徽 对不对 它后来变成了 金句重要的唱腔 所以这里面 加入了金句的唱腔 在里面 很特别 好 那么带腔 有非常多种了 请看下一页 好 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 这样说吧 如果说 从古代来说 是说唱是戏曲之母 先说唱一段戏曲 但是我个人呢 生在这个时代 是戏曲非常繁荣的时代 从小 打开收音机 电视 看到了 就是金句 好 然后母亲又是福州人 敏句 所以我从小 其实现在爱唱歌 妈妈说 我现在在讲 我的分享 这也是我的幸运的 可能也是神的保佑我了 三岁的时候 妈妈说 我去看桃花江的电影 听说我一回家 就开始唱 桃花江 就爱唱歌了 从小就爱唱歌 那么接着呢 在小学的时候 最流行的 黄梅调电影出来了 梁柱 对吧 梁柱 当然看了非常多遍了 我母亲看了 一千多遍 你相信吗 你说一千多遍 怎么算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电影 从一点钟开演 对不对 到了晚上 几点 十一点 她跟小姐说 我每一场都买 我要坐同一个位置 她免得换位置 那这中间 她就带了个馒头进去吃 那我呢 妈妈 我也要听 我妈说 我要看一整天 我说我也要去 你不会睡觉 我说不会 好吧 她就勉强带我去 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跟她唱 看 所以她看了一千多遍 我只是比她少看几场而已 全部都看 好 看完了以后呢 后来我妹妹 有没 我们也带她一起来看 她说你们每天晚上都那么晚回来 我也要看 她更小 也跟着我们去看 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真没睡觉 反正听到后来 大家都在台下都在唱了 前面在林波那边唱 帮阴台上 朱家庄 大家一起 夜夜人情 全是就是一样 全都会唱 你们也都会唱 对不对 好 那么唱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回家 那个时候我们家 电影院离我们家 那时候也没计程车 也没摩托车 也没有 我们就走回家 我跟有梅两个人还记得吧 我们俩是走台步回家的 我发现 林波很好看 我就走男生的 那么她呢 就学住阴台 我们俩是走台步回家的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 然后是妈妈更严格 她看了很多遍 对不对 我们回到家 我们一表演 妈说等会儿 这个动作错了 等会儿 这个唱腔少了一点点转腔 她不唱 但是她是很棒的一个观众 很棒的评审员 好 就这样子的黄梅调 对我影响太深 从一开始的 其实不是将 那个梁柱 最早江山美人开始 到后来的太多部 那么每一部电影里面 我们都有身段动作啊 都有唱腔啊 然后我就发现 嗯 林波没有唱 渊山海啸 她唱 渊山海啸 原来发声 所以黄梅调的歌曲跟动作 对我的戏曲 其实是打了一个很深的基础 虽然这一点呢 我不如过小庄 这个小庄姐 她是真正的科班 我可是票友啊 可是呢 因为太喜欢了 所以呢 慢慢就要进入戏曲 怎么进入呢 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早期这个中华路 台北市中华路 跟现在不一样 都是一些商店 对不对 有一家商店 我好记得是金门唱片行 专门卖戏曲的录音带 那么先说我因为唱黄梅调 有一个黄梅调的交道吧 这个还记得吧 这个都会唱 我们来第一句好不好 叶山沉 叶沉沉 一百来 叶沉沉 你会不会觉得她的那个有点难度 比原 对她有很多戏曲的味道 OK 你唱家 她是戏曲的金句高波子的曲牌 好 那个时候呢 我也忘记了 反正妈妈说我曾经 还带我很小 上电视 上电视 唱了交道 好 再说初二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凌波到台湾 大家都还认识 在第一酒店表演 我们那时候眷村的妈妈们 大家就集资啊 集资 带我们去看 那我当然要跟我妈妈去看了 然后现场呢 凌波说 我们现在要唱戏凤 凌波跟那个习近平 两个唱戏凤 她说我们现在缺个大牛 台下观众有没有愿意上来的 那些妈妈全部都拱我 就来上去上去 为什么要拱我呢 因为我们在眷村的时候 我们家的院子 有一张我固定的小舞台 一个藤椅大大的 我每次都站在舞台上面 就开始自己就自己唱 然后院子围满了 人越多 我唱得越带劲 所以眷村妈妈就知道 我爱唱黄梅调 这个时候眷村妈妈说 上去上去上去 我想好啊好啊就上去 这叫出生之毒不畏虎啊 上去了以后 麦克风给我了 好 该我唱大牛了 我还 我还自己很自然就表演起来了 凌波一面听就 不错 有个大拇指过来了 好棒哦 好 唱完这段以后呢 我们下电梯的时候 乐队说 你不错 林波都给你指大拇指 我心里想 有一天我要唱两三拨 不要只唱四九一星 OK 好 那么这个 这件事情 不要只唱大牛 这个也那一行的 好 那么 后来呢 大学时候 我不是说 在这个之前上了个电视 唱交道 有一位教授 刘兆佑教授 有来 你会唱金句吗 我说 不会 没听过 就像刚刚我说 还不认识神一样 那后来就认识了 对不对 我说 我不认识金句 不认识金句 那你昨天不是唱金句 没有啊 我唱交道 交道是金句高波子的 啊 金句这么好听吗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他说 那你要学金句 我说好 我要去学 我就跟我同学说 嗯 我今天去买唱片 明天唱给你听 如果不唱给你听 我就 我就请你们吃一顿饭 好 我到金门唱片行 我要买 那时候叫做国具 你要买什么 我说 我不知道我买什么 我刚开始学 那你要唱 小声 还是老声 还是七一 还是淡脚 我说 我要唱像林波那种的 他说 没有像林波那种的 哦 你要唱小声啊 好 放给你听 我一听 就是那种小嗓 这个嗓子跟林波不太一样 我说不行不行 他说 小姐 你唱一遍给我听 我就唱远山还要给他听 啊 你的嗓子还蛮宽的 唱老声 我说 我才不要挂胡子 那叫燃口 我说我不要 他说 哎 我说我要唱主角了 哎呀 他说你不知道 在这个国剧里面 这个老声啊 是主角啊 你看 武家坡 薛平贵男主角 人家就挂胡子 三十几岁而已 就挂胡子了 燃口 哦 真的吗 那我说那好吧 那我就来学这个 那哪一出戏有名 他说 哎 哎 孔明 孔明 哪一个戏 还好多戏 我看了半天 空城记好了 我就选空城记 我正在城楼 关山井 我就回到家里学 跟同学说 明天请你们 请你们吃 不 明天你们请我吃饭 因为我要唱给你们听 回去学 我正在 下 一个下午 学到晚上 怎么我正在 三个字 我学不像 怎么这样学不像 我正在城楼 就这几个字 怎么唱就是不像 我才发现 哟 哟 不一样的艺术 原来 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 好 第二天 当然是我请吃饭 因为第二天 没唱出来 然后紧接着 开始有人说 那你去参加国具社 当时师大 有一个国具票房 我就去社团 去参加了 参加以后 他们说 老师说 你嗓子还不错 那你好好的练 那你就练空城记吧 练完以后 来票房吊嗓 吊嗓就是来唱 就是我们说的卡拉OK 但是有现场乐视那种 一开始我一唱 停 琴师说 有来你嗓子不错 但你怎么唱得像黄梅调 真的啊 这不行 我懂了 黄梅调 尤其我唱是 林波 这是比较软性的小声 跟那个老声不一样 努力的练 努力的练 好 话说 唱了这么多以后 我就变成在票游界 还小有一点点名气 为什么名气呢 因为年轻嘛 年轻对不对 大家就觉得 很好奇 好 然后当时呢 不是 当时有好 有一个叫做 每年2月15号 叫做传统戏曲节 那戏曲节是很多同乡会都来参加 每个同乡会都希望 老艺术家们 趁他们还能唱的时候 多教一点年轻人 那我这个年轻人 就还蛮好用的 所以他们就 因为我 他们找我都 好 湖北汉剧找我 好 湖南乡剧找我 好 福州民剧 OK 那个乐剧号我也去练 我都去练了 各位 我有这么厉害吗 方言不会呀 没关系 我自己做记号 自己用我的注音符号 每一个音 譬如说 譬如说 汉剧的 文昭官 唱词跟京剧一样 四面巨师 剧是高山俊临 我们京剧 高山俊临 那到了汉剧是 高山俊临 不一样 不一样 旋律不一样 那还好 我母亲是福州人 我还会说福州话 所以他们也找我 去练习敏剧 可是我发现 南方系不一样了 南方系动作特别多 想说我年轻嘛 来来来 练比较激动的 我说不好意思 我可是票友 我没有学过小 那个叫做毯子工 翻跟头都没有 没学 现在学 现在学 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叫我现在学 那叫做滚钉板 我也练 有一处叫做双镜钟 我演的是一个非常尽忠的一个老先生 他进宫去保本 皇帝说不行 把他滚钉板 我在地上要滚钉板 这个也烈 后来让我练七纪光 扎靠也烈 我说这好玩 在京剧我还没唱到那么多 这个倒学了那么多 好 所以 好 故事快讲完了 好 所以呢 就唱了好多的戏曲 这时候有一位前噗噗到后台说 那场子不错 来来来唱唱我们金蕴大鼓 金蕴大鼓什么 我也不认识 来录音带给你 哦 哎 蛮好玩的 有大西乡 有华融道 就刚才我已经看到那两个画面 嗯 我说好好 就来学 但是告诉各位 那一段 我才唱了一个月 正好就有机会上电视 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在电视写剧本 我是电视的基本编剧 那么有一天 制作人说 你每个礼拜都跑去练那什么金蕴大鼓 现在就快失传了耶 我说 对 他说这样子 我们刚好有个节目 叫做安和乐利 里面有个单元叫做即将失传的行业 你就来表演 我说 我这么年轻来唱的即将失传的行业 好 我就去表演了 那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金蕴大鼓要拿板 这个板可是当时没有的 我是拿了金句的那个板 金句的那个板呢 很大 我只能打一边 可是原来他是要打两边的 我不会 我只会打一边 因为我看金句老都这样打 而且还不太会打 那么 从头到尾呢 板就拿在手上 没动过 鼓会打 因为录音带听到这边好像有鼓声 一下 这边有两下 完全用听的 不知道基本的鼓点 但是就这样唱完以后 也非常轰动 接下来还有好多观众 包括张大夏 张伯伯 都写信 到电台说 不容易呀 现在好久没有人唱 没错 在我之前 20年前 张翠凤女士曾经在台湾 唱过金蕴大鼓 那可是专业 可是当他走的时候 我还没有唱过金蕴大鼓 所以我当然没有办事 那个时候 好 就是好玩 不过呢 就这样子自己看 还有一点 那个时候两岸没有通 所以我也看不到录音带 也没有录音带 只有那个 刚刚那个钱 不给我那个刘宝权的录音带 好 感谢我们的李电魁教授 跟田士林教授 他们在公共电视呢 制作了一个节目 叫做说唱艺术 然后呢 就找我去表演了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小庄姐才认识我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要感谢的是小庄姐 因为他有一出 《王魁富贵音》这出戏 是于大刚先生所编的 于大刚先生 大概很喜欢大鼓 所以在这段金剧 演员 戏曲演员 没出来之前 先有一位金蕴大鼓的演员 先把这个故事 简单的唱了一遍 有于大刚先生的词给我 小庄姐呢 就找到我了 这是我的荣幸 给我 但是只有词 哇 这是我第一次编唱枪 各位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吗 编唱枪不能随便乱套 因为它一字形枪 什么字 什么枪 是不一样的 给我很大的挑战 不过我觉得很好玩 唱了这个以后 我就跟着小庄姐 巡回演出 巡回到哪 到了香港 小庄姐 到处都受欢迎 到香港 那个记者会 简直是 我们现在开记者会 拜托记者一定要来 小庄姐的记者会是满满的 于是 我就沾光了 因为大家一看到说 诶 诶 王会富贵里面还个 金运大鼓啊 就会来访问我 我呢 那个时候已经刚好 出了一个新的专辑 那专辑是录音带 哈 你会唱金运大鼓 诶 有有有 录音带赶快送给他 顺便宣传一下 他说诶 这里面有 紫棋听琴 各位 刚我说紫棋听琴 紫棋听琴 诶 这是这个洛老的 我说洛老是谁 他叫小财武啊 小财武是 我是后来听了 他的录音带学的 那我把这个录音带 转送给他好吗 我说 他还活着 我以为是古人呢 他说是啊 是我们天津国宝耶 送给他 我说 好啊 好啊 那就送给他了 好 回台湾 两个礼拜 很近哦 中国时报打电话来 当时呢 小庄姐 带了一位中国时报的记者 叫汤碧云小姐 他刚好跟我同个房间住 他就得到的消息 在报纸登了好大 说王永兰找古后 怎么回事 所以他们打电话来 原来中国时报 前任社长和夫人 他们呢 正好在这段时间 到天津去玩 他们早期就知道 小财武的名字 就是我的师父 骆玉生女士 就拜访他 骆老师一看到他就说 这个录音带 王永兰 你们认识吗 他们说认识啊 公共电视 他说 骆老师说 这个学 这个好 这个好 他只听我录音带 就学那么像 那我希望能收他为徒 你们帮我联络他 好没问题 所以马上的 就把这个 就到了台湾来 就把这个资料 给了中国时报 登了一大篇 师母看到我 我说 师母说 赶快 骆老师带了一封信给我 他亲手写了一封信 我后来出了一个CD 叫做 古生经允 还把骆老师的信 印在里面 请你到大陆去 我说 我在台湾出生 我没去过大陆 现场有没有 有没有大陆人 我心里想 没有 我当时心想 我怎么敢去 共匪的地方 很害怕 他说不会啦 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陪你去好不好 你没去过大陆 我陪你去 陪我去 我一到了天津机场 那时候天津机场 很旧 我一出来 居然两旁有人迎接我 全部戴了共匪帽 现在当然不能讲共匪啊 那个时候我们习惯嘛 对不对啊 然后他们就 帮我带哪里去 来来来 不要紧张 带我去 贵宾室 骆老师已经坐在那边等我了 白发 白发 赫言 真是太了不起了 他看到我说 总算把你判来了 好一大堆记者来问 那么只要是政治问题 我不回答 你觉得 你觉得两岸统一怎么样 我说 不好意思 我不太懂 我只喜欢唱金蕴大鼓 OK就这样子 后来呢 当天就到洛老师家了 当天一到他家 两位情师坐在那边 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王立阳 这个是又常乐 这名字我熟耶 录音带上有 录音带都有写谁谁伴奏 老师的情师 要替我伴奏 老师说对呀 你唱一段 子齐听琴 我好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老师在考试 他在看你到底唱得怎么样 对不对 我就现场好高兴唱唱 老师好 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我们现在 我已经跟市政府那边讲 我们马上拜师 我说不行 我脑筋想 我第一次到大陆 怎么就拜起师来了 不行不行 我说我没有跟我妈妈讲 你打电话回去 我说不行 我没有好看的衣服 你今天穿的也不错 不行 我总要穿正式一点的吧 后来老师说 你想一想看好了 第二天开始 我在那边留了一个礼拜 他每天教 他怎么教唱 把我当作研究生学生 不是主 因为我都会唱 他是叫我说 你带了录音机 我带了 你把你的唱录下来 那琴师 然后你放出来 他一句一句修正 这一句味道差一点 这一句 你们南方人有南音 我们北京话 等等等等 就这样 这一句 你不觉得他的感情 不是这样吗 就这样的指点我 哇 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 认真的在教我没有长思 最重要他告诉我 友兰你的板拿错了 应该是要这样打的 两边打的 还有固定点数 1234567 有固定点数 他给我看 这样子 好 回去 好好练 我们拜师的时候 现场要表演给记者看的 好 我说老师 我知道了 看看黄历 老师 我回去 元宵节再来 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是正月初二 元宵节正式来拜师 所以我回台湾 回台湾了以后 哇 这半个月赶快练板鼓 怎么样 因为已经习惯都打这边 习惯了多少年了呀 包括我们去香港演出 现在要改成两边 每天打 打得我 那时候我还在东吴大学上班 每天上班的时候 除了公事以外 闲来舞是拿个原子笔 敲我自己的大腿 回到家一洗澡 喉一块 然后这边终于 好了终于到了拜师时候 我真的现场跟老师一起 仔细听琴 我唱第一段 他唱第二段 所以这段应该说是 很大的一个牵线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的是 小庄姐 包括您所谓的神 给我们这么大的缘分 那么 接下来我想看一下 在影带 看看我比较年轻的画面 好了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 好 刚才说还有十几分钟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 看看年轻稚嫩的我 最重要是看看 我也曾经受过 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 感谢神 感谢所有的神明 因为在几年前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重病一场 有没有知道 病到 病到快住家库病房了 血红素掉到三 我只知道我好累 每天都感冒 每天都没好 原来是免疫系统降落了 就这样子 还好我弟弟发现得早 赶快送我去急诊 那天是端午节 我说端午节 我干嘛去急诊 姐姐很严重了 我弟弟是医生 马上带我去 那天去一整天 要抽 应该要 因为血红素掉到三嘛 不是要抽血吗 可是我抽不出血 他抽来血 一半是血 看不出来是A型 都是水 后来到了晚上 终于测验出来 才开始抽血 就这样子的 所以当然肋骨唇 打了一大堆 鼓起来了 现在呢 虽然不是肋骨唇 但是因为 那个时候到现在 这五年来呢 到底还是有一点年龄了 各位 我前几年 收徒的时候 正式收徒的时候 已经六十岁了 所以今年 应该是六十三了 那么 当然这几年来 总是皮肤会松 所以没办法收回去咯 所以只好 请你们看看我年轻的样子 看一点点 多看一点点时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稍微说几了 顺便可以看看旗袍 因为这一次我演出 可穿不下旗袍了 特地订做了晚礼服 这一次我许 请保持两天 我计划 我计划 谁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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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计划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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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好 我们看下一段 好 我们看下一段 好 接下来就是我刚才说 跟老师非常有缘分的紫棋提琴 这些是有固定点数的 1234567 中间夹点花大家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金面大鼓其实有30秒钟都在打鼓 打鼓好重要哦 这次我的那个说书的时候 也会穿下金面大鼓只是有机 落派金面大鼓的特色 它很高也很低 所以我必须把音拉得很宽 好 我们跳下一首时间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金面大鼓之外呢 我也练其他的鼓曲 像各位看到的这个是八角鼓 这个八角鼓可是个古董 它是千代贵族子弟们最喜欢玩的东西 谢谢大家 第一句的这五句我们刚练过 谢知如深山 应云风寿 姓 天 好 我们时间关系换下一首 我们被压缩了 推广说唱和戏剧的团体 创办人之一 马上就来了 现在就是后来 因为我说我喜欢戏剧嘛 所以呢 我就试着把说唱跟戏剧 做这个结合 放了说唱剧 那么刚开始有些学者 觉得很不理由来 说唱和戏剧 干嘛合在一起 后来我写了很多的文章 证明他们之间放在一起 是无损于任何艺术的 所以来看看 我曾经把戏剧房有的 人戏 那这个时候我演的 就是老生 那时候三座 现在一四座了 补充一下 就是92年出版的 他所创作的说唱剧 以及结合说书和古曲的迷你书上 这银带怎么变压缩了 也透过电视来呈现 应该不会压缩的 伸手观众的喜爱 与学者的肯定 说唱的说唱剧 是一种说唱艺术 新的表演形态 它不是地方戏曲 也不是北京曲剧 而是将千锤百炼的 说唱音乐 以戏曲方式立体呈现 除了出现剧中人 还保留主唱人 让一曲曲优美的 说唱旋律 唱出一段段好听的故事 好 西琴房友 这个曾经我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 就叫说唱剧 我也曾经在电视上 用说书的方式 前面有位老先生 你上试试问问 马上要听到的一段 就是中贤弟 孤坟的时候 用的是二皇的 反二皇 反二皇 乡专家也知道 这个经剧里面 反二皇是都是唱碑的 所以他这段碑的 孤坟就用反二皇来表现 就是代仗 这个是圣戒 伯父小侄失礼了 伯父小侄与贤弟有八败之交 约好昨日会面的 不想贤弟失约了 他没有失约 他一直在等你呐 伯父 贤弟今在何处 与吉与柄 在戏曲里面 如果非常悲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甩发出现 那等一下我就要 甩发要弹上去 如今仗在何处 就在你们初次见面的地方 马鞍山下 先帝 余兄来迟了 好这个旋律 熟悉的就知道 他是凡二皇的前奏 好这个叫甩发 这个叫甩发 好 吹一手 熟悉的 吹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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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换下一段好了 好这段大段就是 反二皇就叫代江 金运大武的代江 可以换下一段吗 好 不是 一点点的画面给大家 因为这是去年的 这个新产党的典礼 他们剪接的带子给我 在这我顺便补充一下 我这次的表演 其实我还请了非常多的嘉宾 有一位是一位的好朋友刘帝 都认识吧 刘娃娃在现场对不对 是这次刘帝呢 对 刘娃娃这次刘帝呢 要陪我演金剧的株莲寨 跨刀帮我来演 另外我们还会请一位 昆曲的名家叫做温宇航先生 会来一起播演昆曲 是 这是他们拍我 拍我教课的样子 王友兰女士 会以收唱艺术的 坚韵大鼓 格级赛场 能掌握得快 以乐快的坚韵大鼓演唱特色 我们邀请到颁奖规定是 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处 主任陈之璋主任 来为我们颁赠奖项 现在就要请 颁奖人上台领奖 以传统新技奖 颁奖人 在这一天呢 我唱了两段经历大鼓 所以我剪了一点点在这边 作为我们今天的尾声 莫心肠杆 尾巴 最后一句是要祝福大家的 这个我说 我今天大鼓要很高 它理由很低 所以洛老师给我 很大的磨练 我今天大鼓要很高 在哪 学我一生过去 同一年 苍荡精灵 爱是变 三分突起 要我心常态 重置灵魂 换气重新 同行 同国和亲 和解 才能够 好 这就是给大家的祝福 国父名祥 子孙 幸福 万万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真的是要用热烈掌声 谢谢我们的 现在应该说是大师级了 王大师真的 我今天看了非常的感动 真的太棒了 是有你才有我 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对不对 我听了他所讲 我真的很感动 真的是神在你的身上 真的太多的奇妙的作为 谢谢 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太爱你了 谢谢 感谢主 我们真的要感谢主 我觉得今天我想 我平常看不到很多的朋友 今天都来了 我知道是为了有梅来的 是为了你来的有梅 所以我觉得你为我们在座的 可以说是现场的这个 我们的属灵的弟兄姊妹 你能不能唱一两句好不好 黄梅调好了 唱黄梅调 好 刚才大夫唱了蛮多的 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黄梅调也感谢神 真的给你很大的恩赐 好 那我就想 大家一起都开心 所以我们就唱眼山寒笑咯 我们用热烈感谢 远山寒笑 春水绿波 英小悄 哇 行人来往洋阳滚岛 流 旧连儿高挂 红杏烧 绿营伸出温蹄鸟 流丝尔不出 随风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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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友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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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王博士 也是王大师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7月26号下午 我们板桥一文中心再见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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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我们在这里 最后我们大家要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 可以说是 他所造的人 他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说就是神所造的 我们的友兰 我们用感谢我们的主 谢谢